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Master直黑的一盘棋 对阵的是一位韩国棋手 金亭贤 可能大家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其实也是在韩国颇有实力的一位棋手 下一手棋Master继续是走出自己喜爱的套路 这个时候下了一个高位的手脚 这个变化在古棋当中会经常看到 但是现代人很少去选择 因为觉得脚地空虚 对外呢好像也没有说比单关或者是低一路的大飞手脚好多少 所以这个下法很少 但是由于这个Master下了之后 其实也是又引领了一阵风潮 但又有很多人呢也是跟风 大家又去下这样子的开局了 高下 大家发现从现在开始黑棋的子都落在了高位 很有意思 是他的一个全局思路 这个棋呢跳 这是一个一间高架的一个后续的定时 继续走在高位 通常这个棋肯定都是下在低位嘛 把自己这个棋一招不尽啊 你走在这儿很显然对方有一个B 那么走在这儿就会好很多 但是这样呢 他这个Master的思路啊 通常都是全局性质的 完全不是说只看中某一个局部来下这个手棋的 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一招棋呢 可以说也是被大家 可以说是列为了一个经常我们拿出来举例的一招棋 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局面下 大家可以稍微啊 适当的做一个三秒钟的考虑 会下哪里 这个局面 如果是你自己在下的时候 可能无非也就是挂脚啊 拆一个啊等等 但这个时候的黑棋啊 直接选择了三三的点入 这招棋可以说是让大家都静呆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两边空旷的情况下 点对方的三三 完全是在帮对方行棋 我们都很杜绝这样的下法 但是Master其实是完全把这个过去的为棋理论颠覆 这手棋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招棋 我们来看看它的后续 下到这里为止呢 都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定式一模一样 接下来我们这个背过定式的 这个爱好者都知道 接下来就应该是半战了 半战这个定式就结束了 但是Master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这个棋啊 他不认为白棋走在外边就是厚实 他的理解就是这个棋我只要不斑粘这个 这一代白棋其实也不厚 这是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一个思路 在过去没有人会这样想 大家都觉得白棋得了外事你得了实地 这是一个和谐的状态啊 我们经常讲要平衡 但是Master在这个地方的认知 显然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认知了 走完这样之后 还来处理这块 打吃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定式拖脚的选择 都很正常 贴 拆二 感觉这个棋白棋下的很舒服 正好把这个二一拆到 你这个地方空虚 也没多少木 但是黑棋它似乎啊 对于这些都不是很在意 点一下 断一下 他先去爬了一下 二路和三路的交换 这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是好棋啊 二路和三路交换一个 你多爬一招 你只得一木棋 对方走在外面 怎么着也不可能只一木棋的这个控制范围嘛 所以肯定是亏的呀 但为什么这个机器一直会选择这样的下法呢 也是让人觉得 哎 百思不得其解 走到这儿 这个局部 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儿由于已经有了二路的爬漏风 这一袋就很小了 价值就很低了 可是它为什么会这样下呢 其实我们从后面的招法当中啊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所以说白棋拆 白棋肯定显然意见 想的也很好 我这儿这么厚 那么我有这个厚式作为这个屏障 我就要向前去发展 开拆 做一个模样 黑棋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黑棋打入 从他现在的这个招法来看 我们看出来 黑棋啊 他这些棋 包括他点三三 包括他拆过来 甚至最后的这个打入 他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这个连贯的思路 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呢 就是白棋你别看你子多 可是你没有眼 没有眼的棋 就是他的攻击 进攻的目标 这是黑棋 他在这个地方所带给我们 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语言 可能会 大家可能一下子完全不能理解啊 脸完全没法接受 我这方这么厚 我花了这么多手棋 怎么可能我还是薄棋呢 但是确实这Mutter就是用行动告诉我们 你看你这个棋将来就是一个负担 你走这个 他也无所谓你这个地方 对我的这个脚的威胁 比如说你现在进来 他都不去防守 这一代他觉得不是他的重点 他重点在哪呢 他重点就是把棋子走向中央 等现在靠了一场 这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两招棋好像靠了长 完全没有什么价值啊 看起来 但是 慢慢的他就得到了一些体现 白棋呢拆出来 黑棋这挺厚的 有一个类似于是外事 但是白棋正好这一拆 把黑棋这全限制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子换成黑棋 那似乎黑棋的效率很高 但是这正好被白棋限制了吗 就又很想问 他黑棋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呢 它的价值在哪呢 我们看当做这个的时候 尖一下 彻底把你这个地方给你阻断了 你也没有可能做出两眼了 开始来了 他是真的在威胁白棋 那这个时候白棋肯定不敢再说自己是后事了 这个棋你再不走 这再被封住 头一封住 这块棋真的是活不出去了 所以只好向外去逃 那这个逃呢 黑棋就认为 你在这个地方的行骑都是我所欢迎的 他那顺势把自己这个补了一下之后 白棋拐出来 其实白棋也并不会说就一定被黑棋攻的多么的惨啊 也可以出头 但是黑棋似乎啊 他觉得他的目的啊 就已经达到了 走完这样 他在手这个 白棋拐 就是你走了一个脚步的价值 那么我也要拆一个边 这样子实地才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他得到这个跳 跳呢是先手 一定要硬的 不然这个地方没有活 翻完了一活 这个地方活近了 但黑棋也得到了这个跳 得到了这招棋之后的 接下来呢 这个他的思路都是连贯的 别看我刚才损了一些这个边控 但是现在无形之中 我这个中央似乎又有了一些 隐隐约约产生的一些规模 这个规模可能暂时不能以多少木来计算 但是时间长了 这地方自然它是有价值的 这个东西可能 就这种判断的概念 就是人和机器最大的一个差别 人可能有的时候只能有一个模糊概念 模糊的去定义 但是机器它可以判断的非常精准 也许多少手之后 它就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指多少木齐的 可是人呢 很难去把这个模糊的东西 说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有点难了 嗯 这也是这个可以说 人工智能它的优势所在 这个地方呢 形成了一个打结 白奇做了个结 其实在很多这个当时这个围棋的AI出来的时候啊 人工智能出来的时候 好多人们都觉得不太现实 怎么可能厉害呢 这个打结它能搞清楚什么状况吗 但是现在已经不断进化的这个围棋版本的阿尔法沟 已经是给我们告诉了我们很多 它其实对于打结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有的时候它会损结材 但是它打结的时候永远都是保留着结材 结材都是很多的 只要它来打结一定是它能够打得赢的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提结它这个时候打一下 这是它刚才本来应该随手就打掉的 它没走 现在正好做一个结 做一个结材使用了 马上呢 白奇没有什么眼见的结材了 所以白奇冲这个 没有在这继续行骑 好 斑 点 点一下呢 稍微便宜的一点点啊 有限 因为你不可能去吃这个 你吃完了你这块鞋怎么办啊 暂时也不会再硬了 斑 挖一下 走成这样 接下来提接 黑心就是 是你的 把鞋到中间 这一袋呢 其实通过黑鞋这一搬长 隐隐约约的呢 再有了这个模样 如果你再不走 那这个模样就越来越大了 这一挡上 很大 所以它也威胁 但是这个 黑方啊 它也是计算的非常的清楚 很清晰 我不去威胁 你比如这时候 可能如果是我们 人类就会去考虑着能不能断掉它 开始在这儿下功夫 计算 但是这个 AI它完全 很轻描淡写的 当然它的这个计算 也远在我们人类速度之上 尤其在快息当中 体现的非常明显 它一下就算轻 这地方它觉得没有必要 只要现在呢 把自己这个木术 都 围住 那我们看 它就已经可以达成胜利了 把中央 这么一围 打吃 这是你的 沾上 接下来白棋呢 就 破黑棋的扣 黑棋也都非常的稳健啊 把这贴住 其实不去冲断你 这冲断它说 看不清楚啊 也许 因为现在确实冲也不行 你冲它就长 你也分不断它 所以它就贴住 给你联络 实战呢 这个 金亭弦 也是 冲动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可能是因为 对于形式的一个不自信 所以它就 在这个地方选择了反击 突然之间来了一个转换 其实这个棋 大家可以 形式好不好呢 也可以有一个很一目了然的判断方式 就是白棋这儿走了这么多单观 大家注意这这么多字 其实都是没有木的 而我们来反观一下黑棋 黑棋走的棋 基本上可以说都在木树上 就是无论它这个木得了多少 但是这些棋都有木 这中央都有木 但是你这么多字 这真的没有木的 所以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形式啊 无疑 这个木树上黑棋已经遥遥领先了 所以白棋呢 也就下出了这个 可以说最后一搏的这个手段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AI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Master 形成了一个转换 它这下打它都不打 然后它把这个搬住 把你这个地方分段了 你也没有眼死了 我这个脚呢 你是可以吃掉 我也无所谓 就转换了 白棋现在吃这个脚 这个地方是 其实也没有完全吃劲 点完之后将来 白棋大概要跳一个 黑棋还可以 有一个加的手段 这脚上也是有一些棋的 其实 但是呢 黑棋 它 可以说 在它的这个计算价值里面 这一个转换之后 木树它已经一目了然了 所以它这个棋啊 简简单单的就回补了一招 把这个棋补住 这个一补住 这个棋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再去折腾的地方了 很遗憾吧 应该说这些的差距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木树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朋友 数一下 真的差距很大 所以也是让我们 有的时候会带给 这些棋手一些恐慌吗 就觉得 我这个 维棋AI太厉害了 这个人工智能 AlphaGo这个 升级的版本 Master这个 碾压式的胜利啊 对于这些棋手的这个 打击是不是太大 但其实我也是很想 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目标的 就是可以追赶的对手 其实也是对于 这些棋手的一个促进 很多时候 这种互相的促进 就是我们也去跟 Master学习 学习到最后 就是大家可能会 有一些想象不到 人类这个追赶的速度 其实也是很快的 人的学习的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包括这盘棋 Master跟我们展现了 这个点33 一开始我们都非常的困惑 大家都 就有点怀疑 甚至我一开始都觉得 这Master的水平太惊人了 但是很快我们学习到它的精髓了 这就是这盘棋大家的收获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呢 是Master对阵 秀芝的一盘 秀芝呢 在网络上很有名 它就是韩国的第一人 朴廷环九段 这盘棋呢 是Master的黑棋 下出了它 现在下的比较多的 这么一个大飞手脚 方天华呢 选择了飞入 很显然 他也想看看 这个地方的套路啊 试试这个Master的招 看他会不会来 这个套路 那么也是果不其然 这个Master其实 对于套路这个东西 非常的不感兴趣 几乎很少见他 下过套路的东西 布局都是下的 很多你没有见过的 下的比较少的一些变化 现在这个变化呢 就算是 打破常规了 通常呢 黑棋会在这一带 行骑 现在呢 没有走 而上边通常也会选择一个 拆二安定自己 黑棋依然也没有走 这个也是Master下的 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当这个 心小飞了之后 他永远这个拆二 他都是不走的 所以 也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 一个借鉴 就是到底这个地方的 拆二的价值 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 AI 我们有很多棋 是跟这个Master来学嘛 他是从来都不下这个拆二的 任何局面下 他都不去拆 他都是等着你来加他 然后他是应对什么样的招法呢 我们来看 靠完了之后 火 这个棋 如果说是爱好者朋友们下出来 被对方这一打 我想必可能心情不会很好 这个 甚至在职业棋手里面 也很难接受 自己被打成一个鱼形 但是呢 Master的棋呢 就是以实用而著称的 他无所谓这地方的棋型 他没有棋型的感觉 他无所谓什么样的棋型 在他的眼里头呢 只有这个棋可下 不可下 后续变化是什么 没有存在 像我们想的 哎呀 这个棋型实在是太丑了 太难看了 但是呢 我们不能去学 他的招法的一个核心是 比如说我们不在意棋型 那是不行的 因为他能够算到的 那些后面的东西 我们是看不到的 像包括爱好者朋友们 如果在一开始就 总是下俗手下鱼形 那肯定效率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 大家 欣赏Master可以 但是不要盲目的去学习 像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说是一般爱好之后 我觉得可能会很难办 大概也就是断这个 然后白棋退一下 黑棋呢 把这个 比如说怎么样 吃掉 大致大概就会像成这样 那这样其实黑棋 也达到了安定自己的目的 但是可能跟他本身的意图啊 是相违背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实战的下法 这个地方也是 嗯 可以说是令人吃惊啊 他这时候一断 断完呢 白棋打吃 黑棋跑 为什么说他是令人吃惊呢 他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棋弃掉 而是开始了从这个地方的 爬二路 这个棋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看这个 职业九段高手啊 也有在这个地方 看着对方爬二路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这个心情就不像我们 所理解的那种那么好 所以之后啊 也有人对这个棋呢 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在说 其实 这个时候马斯特所选择的 爬二路 并不像我们当想象当中的那么坏 但是在棋里当中 我们经常说 呃 这个爬二路叫做 妻子延边活也输 就是你爬活了 你也输了 这棋不能这样去下 是违背棋里的 但是马斯特在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不走寻常路啊 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下法 乍一看 这被一拐还是先手 那这黑棋肯定是亏多了呀 爬二路怎么会有好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哦 这个地方 sorry 要先爬掉一下再 对 要不然就死了啊 爬掉一下 爬活 然后呢 你拐的时候我可以活 一二三四五六 一定要爬到六个 轮你走 走一个 活了 嗯 如果这是一个爱好者朋友下的棋 我相信可能会受到很严厉的抨击 一定会教导 告诉大家 这个棋不能这样下 这样下是一个 对于棋里来说 完全违背的一个下法 但是马斯特这样下了 之后他的一系列下法呢 又再次的进了我们 所以其实就是 他可以这样下 因为他有他的很多后续的手段 他的意图 现在没有告诉你 但是他后续是一直 依照着他的意图来进行的 可是我们如果盲目学习的话 这个棋真的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像现在这个棋行 下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 黑棋应该是不会好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 不能说因为他胜率高 因为他这个能力强 我们就盲目的崇拜学习 在这个地方 其实到目前为止的理论级 还是完全不支持这样去下的 走成了现在这样子 我估计当时这个 嫖停环下棋的时候 因为是快棋嘛 可能也比较 没有思想准备啊 这一上来就 对方就给他爬了一个这个 爬到这之后 他打入 其实这个时候 感觉上白棋的调子非常好 为什么 我这里很厚 你这两个字很薄 我现在来攻击你 一定是 这个强弱关系嘛 一定是我来打击你 我是占据着有力的一方的 主导地位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期 接下来会下成什么样呢 当走这个时候 黑棋就 可以说是非常冷静的一招 没有一些张牙舞爪 比如说我来震你了 或者是我怎么样 要处理这两子了 没有 非常平淡的一跳 他要做什么 我们看看 白棋呢 很快速的出头了 接下来下一手棋 黑棋再在这个地方一跳 其实当黑棋这手跳的时候 才刚让大家恍然大悟明白 黑棋在做什么呢 在这一串 就是他觉得 我把你的根据地夺掉了 你外围的这些子 虽然说子里很多 下在了外面 但是没有明确的眼位 我们经常说 什么样的棋最厚 两个眼瞪活的棋 是最厚的 现在这个棋 白棋没有两只眼 虽然说你厚 但是当你不活 他就认为你这棋要收工 所以他的目的 我们看他 一系列的下法 其实到现在为止 就已经联系起来了 他就是想要让你这棋变薄 实战的这个潘金黄 那连一下 把这个棋走上联络 走这个 黑棋 小剑 黑棋也是在处理自己 这个时候 其实本手啊 肯定白棋应该补一个 就是无论怎么补 在这一带 把这一块和这一块呢 连接好 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至于这边 可能需要等一等啊 就是再等一拍再处理 但是他走这个呢 也确实是让白棋有点难受 所以实战啊 白棋就直接 这个棋呢 就跳出了 这手棋其实 本身这个尖就是先手 你这个出头 感觉上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专门花一手棋 但是这边 轮到黑棋 先动手 这个带给白棋的冲击 大家最后可以看到 实在是太猛烈了 这个时候 他走这个 其实这条棋 就已经看出来 这个master的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 就一个 就是要 他走搜的棋 都是奔着这一个目标来的 当他把这个目标 达成的时候 其实给对方的压力 是很大的 这没法硬啊 Rosa这个杯一靠 已经断了 所以必须要去 我自己的断 飞出 很显然 把你分断 接下来有一个好招 这个地方 很显然一剑的一手 把你关进来 至于你能不能活 就算你能活 你肯定要把这个脚 给他撞后 这是黑棋的意图 接下来呢 白棋就 可以说 先处理自己这边 在那边呢 先顾不上了 把自己这边呢 先给走顺 走出头 这块棋出头了 但是白棋出了这边 这边呢 又被靠住了 靠一下 顶 那当然 这边呢 也要处理 黑棋啊 还很悠哉的啊 自己还在这边 还继续行骑 这块棋呢 都展时 他觉得 完全没有 不安全的因素 走的可以说 是非常的自信 白棋又补一个 打吃一下 好 次序 再一走 黑棋这下 自己呢 是彻底的活了 而白棋这块呢 其实还是 差一手棋的 但现在也很显然 黑棋活完之后 白棋也顾不上 那么多 只有脱鲜了 这个 先走外边吧 因为我们发现啊 这走了一串子之后 其实黑棋的 时空呢 是一直有增长的 虽然说 这边的 也不是很大 但是也是在增长 而白棋的木树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增长的 就现在 他只能把希望 寄托于在这一带 但是黑棋啊 也是超级的凶狠 这一带 他也不给你 留余地啊 也要把你这个地方 彻底的 给你 打掉 这个太狠了 所有你可能会 沉默的地方 他都 给你破光 这个是一个 棋芹比较 基本的一个啊 加完了之后 这一个 多了一个断点 但是黑棋也没所谓 嗯 他在这个时候 走一下 再对你这块棋呢 你这块是什么 他还不清楚着呢 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也来了 应该说 黑棋这个下发 显得比较油刃有余 而白棋呢 就 啊 感觉也是很无奈的 在这个地方应对 黑棋还是油刃有余的多 这个地方他又算轻了 啊 这个一打 把这个棋贴住 粘 这什么棋都不留给你活 这下黑棋 下得这么凶狠 白棋是真的没办法了 如果这个脚上 再搞不出什么名堂 那这个木树啊 实地就是大大的落后了 翻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黑棋有一路的拐回 你不能在这再走任何棋了 对方只要一拐回 这块棋就已经就结束生命了 所以必须得跟他对杀 不能让他连啊 铺了几 是收气的好气 但是这个脚上啊 确实也是超级的勉强 这个地方 黑棋走 黑棋其实结材很多啊 这一粘这都是仙手 而白棋呢 其实你走这个 黑棋都可以脱仙 铺一下就是结 这非常为难了 所以白棋现在举步这 他也没法进了 他也就没走 把这个提掉 黑棋联络 然后白棋 他因为自己没有活 所以他必须得花一手棋在这 黑棋现在甚至于都可以先脱仙 他先打了一下 这块棋其实生命 就是当这里一死掉的时候 这块棋也跟着就死了 但是黑棋根本就不去杀他 黑棋的结材太多了 黑棋先把自己走好 走成这样子 然后黑棋呢 也没有说去吃你啊 我就先把我自己都走稳 这都没有关系 然后白棋也没办法了 自己在这 继续得开这个结 就这个结你不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东西 你得开进来 但是黑棋的结很多 所以黑棋在这地方基本上可以说啊 无条件黑棋就可以打赢 白棋呢还得活自己 把自己先做活了 别让自己死了 然后黑棋实战其实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容易了 黑棋还去跳了一个这个 你尖这个 然后他再把你这个棋打死 应该说黑棋在这个地方的下法 有点 确实是很随意了 已经啊 因为他的结材太多了 你怎么样去跟他打结 你都是打不过他的 他都结苦 他都把这个结都给走掉 无所谓 他就把这剃掉 因为你没有结可以跟他打了 所以就下到这里呢 这个期白棋也就不行了 最后呢 也就是没有过几招 白棋也就投资认付了